有的花友老是问啊 怎么要正确的去预防一些小黑飞 这个东西就比较简单了 你像我们室外的这些盆栽呢 是基本上不成小黑飞的 你要了解小黑飞这个东西是个什么本质 它的本质在于哪呢 它主要是生活在土里面 主要是生活在土里面 然后呢 如果说大家潮湿闷热 不通风的时候 那是小黑飞最喜欢的一个环境 你像在室外 在花头就不怎么爱生小黑飞 但是基本上不生小黑飞 甚至说 所以说臭宝门要盖的这个点啊 你不能在这个屋里边这样的 那怎么样预防呢 就是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你像你仔细观察过没有 小黑飞就喜欢在那种 很潮湿很闷热的一个土壤里面 但是你用的那种沙土啊 或者用的泥土 它都不整小黑飞 因为小黑飞喜欢在那种 很松软很温暖的里边 所以说呢 大家浇水啊 一定要干湿循环 干湿循环不仅仅是让 植物的根绪长得更哇塞 它同时呢 也是避免了小黑飞 还有一些个病女的滋生 明白这个道理吗 臭宝 如果说大家有的话说 老花一 我确实不怎么浇水 但是我们家的话呢 也同时会出现小黑飞 就是因为 挥发的比较慢嘛 它老一生小飞 那怎么办 大家就可以用药了 用什么呢 用往土里面埋的那种药 你可以往土里面放点笔虫林啊 腹虫案啊 又或者是阿维菌素啊 好多的话就是打药 你打药你想过没有 你打的只是表面上飞的那几只 它的那个老窝 还是在土里面 你这对吧 所以说你一定要盖它这个脸 用土里面的药 小黑飞就基本上能解决了 如果说 还有其他两个问题 那可以视频下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拜拜 拜拜